安摩會館的包廂內 年輕女子排排坐 警方上門查棄 但他們幾乎拿不出任何證件 證件全部帶回去 然後請移民處來 他們沒有啊 他們都沒有證件 他們沒證件 原來這些短裙妹都是外籍人士 最年輕的25歲 其中有8人以觀光名義來到了台灣 另外4人是失聯移工 他們都與其滯留 躲在安摩會館從事違法交易 一共有12名的外籍女服務生 非法拘留 再加上按摩會館裡面 從事違法交易 他們被帶回偵辦 等著被遣返 按摩會館位在市區七弦路上 外面沒有醒目的招牌 連續假期陌生面孔 出入頻繁遭到檢舉 6樓按摩會館內 疑似違法從事色情性交易 員警立即上門查棄 當場發現現場的12名女服務生 均為非法拘留之外籍女子 違法拘留的12名女服務生 連續假期加班工作 和兩名男客加上26歲的理性負責人 警方通通帶回 除了要面對刑法告訴之外 也將終結台灣刑 一一等候遣送回國 三天新聞 黃志忠 最榮